好 回到第三節 錄播的啤梨晚報 其實我們跟平時的schedule差不多 不過就是過軟件出現問題 我和大家互動 可惜一點 看看吧 稍後我信心越來越低 因為我們waiting又低 大家要多些將我們的節目share出去 不要緊 可能救到我們最後就是我們的AI 每天的星座運程 戀愛運程 不要我和你做了 找個大波妹AI的 那我就不行了 你找個大波妹AI的QT 甚至乎找個真人也可以 找我們認識的模特兒 她錄完十多分鐘讓我們錄長一點 我們會detect到的 每天都出 找封面女郎就可以了 可以的 給她幾千元一次過 買她的copyright 就會沒問題的 每天都出了 星座小百科 諸如此類的那些 每天戀愛運程 每天都出 可能拍照到最後 你這個節目都不做 最多一個星期做一次 好 每天都出了三五十條片 隨時都可以 因為其實短是很重要的 在一個 你只是看 不要說什麼 你看看tiktok 我們不玩tiktok的 短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現在的人 連拍的短片 都是五至十分鐘一節 去寧願 看完一節 就再一節 集集推 星仔那裡也是 你 不要說那些 我們今天在立法會講 新來港人才快速